我經常都覺得是一路到黑 就穿著一些很貼身 綠色衣服 一點點 好像Dubby那些東西 綠色的東西包著頭 那些盔甲的確是很重 亦都是很有質感 因為兩隻骨歪了壓著神經 才很重 穿著這條盔甲 因為有些威風 有些打、有些跑、有些跳 就不斷開始慢慢退位 你們要怎樣治療 我沒有,我沒有治療 我吃不夠,換了就變得太敢做 射的東西留給我 引船 這個戲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要找我自己絕對相信 你覺得是會幫到我去完成這件事 我最初聽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說一下 我要讓我當心的事 神經紀會 為了她用這件事 這麼實在 這麼大型 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都聽到她 跟自己的打扮 那時你都明白她是什麼 是怎麼 就是她是 沒有猶豫 也不能不要求高進 老實說香港要拍一部機甲科幻片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多麼冒險 既然要做這件事 我們當然不如正如實子去拼一次 電影其實應該是這樣做的 也應該有些夢想 有些冒險 都很開心的 支持同學 因為我們做得很辛苦 都希望大家看到我們 今天的水樽在哪個階段 當然多年有進步空間 但也希望大家支持 才有更多不同的題材 或者我給我動力 我繼續做下去 這是第一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一步 對於做電影來說 因為我想開拓一個新的靈魂 不單單是演繹片 愛情片 人物動作片 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的社會或者電圈 都需要一定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在電腦特技的範疇上 我覺得是應該要大力發展 亦都希望藉著這個發展 能夠增育多些新人 如果你是這個範疇發展得好 其實不一定拍火環片都可以 例如說 我都說了 以前要封過來 拍戲是很困難的 那你其實用特技 我們就可以真實去呈現到 整個感覺出來 我想是疫情發生的開頭階段 因為那時的特技差不多 就真的大家不回家 你不可以拿電腦回家做 這些真的要回家 要回公司做 那時候就停了 那時最艱難的 就算是特技艱難也好 拍攝上去遇到什麼困難也好 目境塌也好 什麼事也好 那些都是可以解決的 初來想到可能幾個月而已 一年都會兩年了 那時候真是艱難 你不知道怎樣 那拍下去又怎樣 我覺得拍這部電影 對我來說不是很艱涉 對他們就很艱涉 因為其實你看到 你到現場看到你就很明白 這些所有的六部 只是一條尼東道這麼長 我不相信這個世界 有這麼多六部 買到沒有布 真是危險 真的一條尼東道 沒有了 原來所有的波幻電影 不是單純一個電流 在實際一個大廈 一個塌了的大廈 你真的看到一條街的大廈 打橫打橫打橫 結尾是怎樣 我們自己決定的 幾年前 放下出來 人們都會問 你最好的放下都放下出來 整背都沒什麼看 是嗎 我就讓你們看整個游頭 做了一次給你們看 這麼多特技 怎樣做出來 所以要花這麼多年時間 是必須要的 因為在最初的P16區 在貧民區 我們搭了整個大幾條 很大的村 就是鬼見 那裡我們拍過很多東西 本來在最初 我們先交代平民區的生活 為何剪到最初的段 平民區 我不想交代 你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講解世界觀 因為很多特技鏡頭要處理 你要做這個節奏 你就不可以有很多東西 大家插在中間 你就要講另一場地 所以我們做這部的初重 初頭人們都會覺得 這部只是男生喜歡看 機格片 現在慢慢的 家長帶小孩看 小孩看得很開心 女生看得很開心 沒有陪男朋友去看 我覺得合家分最重要 她進了舞梯 丟掉那塊之後 在車上插 我馬車裡不見過 上去坐月球 飛船 只能看到我的樣子 沒有見到她 本來她是死了 是嗎 我改了她 對不起 不是死了 是 她進了舞梯 被舞梯改變 改造了 我都叫她回來了 你出發給她 我想合家分一點 死了就沒有續集了 有劇本已經在死了 因為其實我沒有 沒有拍過科幻片 現在我終於拍過 我連科幻片都拍過 真的可以收拾 科幻片都拍 如果你有機會 可以上太空 我相信她是挺好玩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